光丰地区农会举行一年一度农民节 并且表彰经有产销班 家政班和农民 现场徐政卫在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陪同事下前往祝福 和光复及丰冰两个乡镇超过一千多位的农民来同乐 总监事张明发感谢上级农政单位支持协助 让光丰地区不仅在农产业 也推办了农村老龄级儿少的照护 光丰地区农会各个家政班姐妹们 竞歌热舞展现平日延续的成果 也为一年一度的农民节庆祝活动 县长许正卫也在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的陪同下 大道场向农民致意 在农会三巨头的邀请给予年度基优产销班 以及家政班颁奖肯定 此外争对了在农会推办包括信用业务 绿照站农民子女奖学金等社服 措施上表现优异者 以及入会年资超过半百岁月者 农会也足以邀请上台接受各界表扬 先见农民对农会的信赖 以及产业传承永续经营的核心价值 光丰地区农会不论是会晤产销推广 以及农产业的辅导与建设 乃至于农村老弱妇孺弱 弱势的照顾等等 都获得上级各农政单位的肯定 清零祝福的县长许真卫 也与与会的中央驻地机关首长 共同携手力挺花莲农产业 这就是花莲县政府在支持我们的所有农友 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的营养午餐 在地的食材要占百分之六十 在地食材占百分之六十的概念 就是支持我们的农业 支持我们的农友的收入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农会一年一度的农民节 不仅上级各农政单位首长 道场力挺支持 光复与丰冰两乡镇的农民 也趁着好天气热情道场参与 现场热闹非凡 中干社张明发也万分感谢农民 以及上级单位的支持配合 今年度共同交出漂亮成绩单 农民节表彰 还有祭我们的农民联欢活动 还有就是我们的家政幸福农村 举绿色照顾的一个成果展的一个活动 我们农友非常的辛苦 祈祝我们的113年 大家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农会也会更努力 更加油的来服务在地的农友 与辅导在地的农友 把地方上的产业来好好的辅导 然后希望增加农民的收益 光风地区农会农民节现场任山人海 为了慰绕农民一年辛劳 农会也准备将近20多万元的摩采品 摩采同乐 而新的年度总干社张明发表示 也将带领农会团队继续努力 为光风地区的农产业打拼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